这年头宣布打造一款六代机貌似成了世界潮流 像英国日本以及韩国这些国家都在搞着 就连台湾也有着属于自己的ADF计划 虽然他们都没有属于自己的五代机 但纷纷投入六代机的研发计划中 万一在六代机上面实现弯道超车了呢 做人嘛还是要有梦想的 要不然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所以现在全世界都在大搞六代机 大家也就见怪不怪了 作为曾经引领五代机标杆的美国 自然不可能在这种事情上缺席 也是宣布打造六代机 而且一搞就是两款 财大气粗表现得淋漓尽致 其中一款大家都很清楚 下一代空中优势 而另一款则是下一代战术飞机 主要将用于美国空军 是为了取代F-15并最终取代F-22 而这一款下一代战术飞机 火力军推测极大可能会是YF-23上位 就算不是也有可能会是YF-23的衍生版本 这可不是火力军在这信口雌黄 今年一月份 诺斯罗普公司就偷偷告诉大众 我们也要参加美国六代机计划了 并且还将与老对手波音公司 与洛马公司共同竞争这项计划 多个公司积极参与是美国最想看到的 参与的公司越多 拿出来的方案也就越好 空军与海军也就越能得到最需要的下一代战机 就像当初的ATF计划一样 目前这些独立团队的负责人 估计都在小黑屋里苦思冥想呢 不过诺斯罗普公司好多了 还能拿出来YF23拼一下 其实想了解推测下一代战机是什么样子并不难 也不需要消耗脑细胞可劲推测 一个国家在设计开发下一代战机之前 负责设计的军火商们都会研究一下 最终将要被替换的战机 毕竟将被取代的那款战机是最适合这个位置的 开发下一代战机就是在增加被取代战机优势的同时 减弱其弱点 就像当时研发F22的时候 罗马公司可是好好研究了一下F15CD 而F15本身也是空军第一代空中优势战机F4的后代 所以毫无疑问 美军下一代战机肯定是要脱胎于F22的 这次诺普公司的参与 肯定会把一切压在当初在ATF计划中差点获胜的战机 也就是说诺普公司下一代战术飞机提案 基本能确定是对YF23的改造 毕竟花费大代价设计出来的YF23 放在仓库里吃灰可太可惜了 我们手里头的F15 F16已经不够用了 今天把大家伙叫过来 就是想要一款未来战机 你们也都别藏着掖着了 军方这边要求也不高 希望战机能够实现隐身 能够进行短距起降 并且还希望可以在不使用加力的情况下 实现超音速巡航 只有这样 咱们手里的牌才能继续压苏联一头 让空军保持优势 底下军火商一听 来大活了 立马回家召集人手去了 经过几年擂台赛 最终进入决赛的只有洛克希德与诺斯罗普 这俩公司一个设计出F117夜莹隐身战机 一个研发式B2隐身战略轰炸机的 都是隐身战机这个领域的佼佼者 经过50个月的验证阶段 这两个公司最终确定两种原型机 分别是YF22与YF23 为了给己方增加获胜的筹码 洛克希德拉着通用动力与波音公司入了火 诺斯罗普也跟麦道公司也结了盟 并相互约定着 咱们小组不管谁的设计被选中 小组其他成员都会一起加入这项计划 这个时候就不得不提一下 诺斯罗普这个不争气的公司了 80年代以前 在美国战机发展史上 诺斯罗普的地位并不是很重要 二战期间 诺斯罗普最出色的产品就是P61 但让这架战机出名的并不是因为战绩 而是因为P61是空军第一款装备雷达的夜间战斗机 之后研发的也是命途多船 50年代研发的F89截击机只致昙花一线 性能均衡价格低廉的F5 美军看不上 P530眼镜蛇方案根本无人问津 P530衍生出来的YF17输给了YF16 好不容易YF17发展成FA18 结果卖到公司成为了主要承包商 诺斯罗普差点没赚到钱 而F5最终衍生版本F20也在出口竞争中 再次输给了F16A 唯一值得庆幸的就是诺斯罗普赢得了ATB计划 而这也是得益于诺斯罗普从30年代就开始研究飞翼布局 但这唯一一次的成功 也在之后间接导致了诺斯罗普公司在先进战术飞机中失败 火力军估计很难找到诺斯罗普这样惨的军火伤了 面对美国的ATF计划 诺斯罗普是希望能打一场翻身仗的 YF22作为对手 虽说采用了隐身设计 但整体上还是可以看到四代机的一些影子 而YF23就不一样了 与传统战机完全不一样 就跟诺斯罗普设计的B2轰炸机一样 完全想象不到那时候能够设计出这样的造型 火力军完全怀疑 这个公司与外星人有接触 YF23已经展示立马抓住了全世界的心 流畅的曲线 不同常规的布局与设计 简直就是外星来的神秘产物 诺斯罗普的设计一下子震惊了全世界 原来战机还可以这样设计啊 YF23共设计了两款原型机 黑色的被称为黑寡法 采用两台惠普发动机 在第一轮测试中以1.43马赫的速度进行超音速巡航 第二架YF23涂成了灰色 被称为灰轨 采用通用电器的YF120发动机 可以为YF23灰轨提供改进的超音速巡航能力 在测试中也达到1.6马赫 刚刚超过YF22的1.58马赫 目前YF23最高飞行速度仍处于保密状态 不过有内部人员透露 YF23飞行速度是超过2马赫的 毫无疑问YF23外形比YF22更加隐秘 带有副测排气槽的特殊发动机设计 大大降低雷达与红外搜索的探测能力 菱形机翼也比YF22的传统机翼 拥有更加出色的隐身设计 因为所有边缘都形成了一个两组平行线 为了让YF23拥有更加出色的隐身能力 与更轻的整体平台 诺斯罗普放弃在YF23上使用推力矢量控制 YF23与YF22在机头与机尾部分的设计 出现了明显的分歧 YF23的机头格外引人注目 驾驶舱在机身上向前推进 以提高能见度 而下锤的压嘴型机头 则增加了平台的外星美感 尽管YF23没有YF22的推力矢量能力 但凭借着微型尾翼 依旧拥有着不错的机动性 性能几乎可以与YF22媲美 并且新的消息来源证明 YF23能够满足所有机动性美国空军的要求 然而 复测排气槽使得添加推力矢量系统 完全不可能 YF23最大的优势就是飞得远 在战机开发的早期阶段 美国海军计划选用获胜者作为F14的替代品 YF23作战半径比YF22大了不少 再加上优秀的隐身性能 这也就意味着YF23能比对手更加深入敌方空域 而这一点也正是海军最需要的 即便到了今天 海军仍在寻找扩大舰载战斗机作战半径的方法 虽然YF23几乎能与YF22相匹敌 甚至有些方面还远超YF22 但洛克希德那边聪明了 在验证阶段采用了多种方式展示性能 像什么大营角飞行 发射导弹能力 以及机动性能 可以完成9G机动 这一点对于诺斯罗普来说 其实不困难 但就是不愿意做 都已经到最后比赛阶段了 不知道你还在藏什么拙 火力军严重怀疑 诺斯罗普的营销专员是对面的卧底 那么当时YF23是怎么失去这个机会的呢 扣 你没听到 YF23死于扣 在研制阶段 诺斯罗普再度发扬了公司勤俭持家的天形 按照验证机的标准 建造了YF23的原型机 结果呢 主起落架用FA18的改进 后起落架用F15的 坐舱设备照搬F15的 而且还只装备了必须要用的 其他能省的都省了 不仅如此 非必要的航店也没装 大哥啊 你是去参加竞标的呀 不把好东西带上吗 你这样搞 人家凭啥把合同给你呀 虽说空军给的钱少 但诺普这种扣扣嗖嗖的做法 很难引人好感 在二等人看来就是 老子花了一大笔钱 结果你拿了一个拼凑货来忽悠我 另外就是YF23的设计缺陷 在当时空军取消了反推要求 但诺斯罗普并没有根据要求修改原始尺寸 这使得YF23后机身明显大于实际需要的尺寸 即便对YF23抱有希望的海军也是犯了仇 如果YF23发展成舰载机 尺寸过大的话就会导致舰载机数量减少 并且YF23验证机还只设计了主武器舱 还只能进行开门关门 没有进行实际挂载 就连格斗导弹舱也是后面才加上去的 咱就不明白了 国会大把大把的花钱又不是让你设计航模的 你在这方面省啥钱呢 简直就是铁攻击一个 东西装的少还没完 就连武器舱YF23也比YF22小 这也导致YF22能够装备更多的武器 而且YF23的舱位还比较深 导弹只能一个接一个的携带 但这太冒险了 如果跟苏联空军打PK的时候 一枚导弹被卡住 后面的另一枚导弹也会自动卡住 这在实战中可是致命缺陷 而YF22那边该有的都有 在演示阶段飞行中 还表演了发射AIM-9与AIM-120 设计研发进度远远超过诺斯罗普 最后就是威尾 毫无疑问 YF22的隐身性能非常不错 但气动效率可是让人很担心 偏航 辅养 滚转 三轴控制全部包揽 一物多用固然好 但重要却往往被人忽略的一点是 尾翼的总控制能力是有限的 某个轴占用较多的控制能力 必然会削弱其他轴的控制能力 当飞机陷于比较复杂的状态时 YF23的尾翼未必能坚固 因为过于强调隐身与超音速巡航 降低了机翼效率 这也导致盘旋能力下降 使得YF23在机动性能这方面差了不少 而YF22则是在机动性与敏捷性方面急求突破 这也是洛克希德采用推力矢量控制的主要原因 当初在确定空军要求后 洛克希德便把注意力转向机动性与敏捷性 尤其突出了战机过失速机动能力 而YF23在这方面几乎没有 空军要做就设计啥不就得了 不知道诺斯罗普是怎么想的 如果火力军是甲方 肯定请诺斯罗普圆滑的出去了 最后就是B2隐身战略轰炸机的影响了 最初诺斯罗普在B2这个项目上 可没少坑空军的钱 预算严重超标 B2项目的天文数字经费被一次次要求追加拨款 加上又不能对国会议员说明全盘真相 导致不满情绪开始增加 就连总统都面临尴尬局面 要了八年前 已经投入无数资金的B2 一点影子都没有 整个项目一拖再拖价格飞涨 最终130架订单砍成了20架 这件事直接影响了诺斯罗普在军方中的信誉 尽管诺斯罗普的设计方案非常出色 但空军觉得不靠谱啊 万一又是一个无底洞呢 到那个时候没办法跟国会交代呀 所以在打累的几年内 诺斯罗普在整个产品线中面临反复审查 甚至是严重指控 导致一系列国会委员听证会与五角大楼审计 所以就算空军最想要YF-23 但也不敢在诺斯罗普身上堵 不然没办法收场 毕竟诺斯罗普在B-2项目上的坑太大了 尽管YF-22与YF-23没有进行任何模拟空战 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极限比较 但空军确实进行了横向的直接对比 YF-22的控制成熟度的优势 使得在试飞阶段的机动性碾压YF-23 YF-22展示出了能力 而YF-23只展示出了潜力 但从现如今的空战发展来看 诺斯罗普的设计思路更符合现代空战 而当时洛克希德其实是比较保守的 反观当时的YF-23拥有更大的机内空间 提供更远的航程 拥有更强的隐身能力 这些有点更符合今天美国空军与海军的需求 YF-23太超前了 别忘了当时是1991年30年前的事了 这个设计方案在当时太过于激进了 让一个一贯延期超预算的团队开发 火力军估计国会老爷跟空军海军 都得变卖家产才可以 甚至国会跟美军最后能进去一批人 每次向国会申请延期加钱 都得免职个把将军 把你放在当时空军的位置 你也心里打鼓 更关键的是 对于当时的对手苏联来说 F22够用了 甚至已经碾压了 未来空战什么样 超市巨空战的研究还没有明确 当时还认为亚音速近距狗斗 占空战比例高达30%以上的 那时候正是冷战阶段最高峰的时候 时间很紧迫的 苏联还在继续搞着军备竞赛 苏27的成熟版本SM型已经形成战斗力了 米格29已经开始向华约国家大量扑货了 米格144这样的下一代战机开始研制 YF23这样的主要依赖远距离超音速站位的思路 在30年前不是完全被认可的 太超前意味着很多技术要从头开始 研发风险太大 不能确保10年内成熟并大批服役 美军恰恰需要在10年内有接班人大批服役 所以对于当时的美军来说 已经没有时间能给诺斯罗普进行拖延了 因此技术成熟度高 项目口碑好的落马YF22最终中标 可谁能想到 定标才一年 苏联就解体了 项目不着急了 而生产性F22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超出多达170亿美元的预算 F22研发成本接近300亿美元 单价更是高达1.5亿美元 花在F22项目上的总投资超过600亿美元 综合算下来 在2005年的时候 一架F22的造价达到了2.5亿美元 这个费用就是美国这种国家也是非常吃力的 当初美国空军员计划是打算用262亿美元订购750架F22 1990年改为648架 1996年减至339架 2008年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导致全球经济下滑 美国自然也受到很严重的影响 所以多个高价格项目被砍也维持不了更多的F22采购和维修成本 最终共采购187架量产型 但是从我们用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来看 F22显然没有达到美空军的预期 各种问题频出 高空试养和飞控软件问题 腿短 弹仓小的问题 再加上已经失去对手 所以等待F22的就只有提前早退 这一刻空军与海军想的是 如果再坚持一下 是不是能拿到一个更好的战绩呢 但谁能猜测到呢 谁又敢赌呢 如果美国空军今天在更大的机动性 或更大的射程和更大的隐身性之间做出选择 那几乎肯定会选择后者 这是因为理论家认为 未来的空战可能主要超出视觉范围来进行 而敏捷性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此外 短程战斗机限制了他们 在高度暴露于敌方导弹袭袭击的前方基地进行作战 而现在的美国空军必须考虑 在太平洋的广阔空间进行作战 事实上就目前的资料来看 第六代战机将更在乎超音速巡航和隐身性能 其中为了追求更好的隐身能力 垂直尾翼几乎确定会被舍去 洛克希德提出的设计 恰好与YF-23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作为非常符合六代机标准的设计 这次诺斯罗普肯定不会缺席 因此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的下一代战术飞机提案 很可能是对YF-23的改造 装备更新的计算机和更先进的武器系统 更隐蔽的外壳和强大的引擎 不知道这一次 YF-23能不能反败为胜 只是诺斯罗普可不要再迷糊了 要不然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 你们觉得YF-23有没有可能再现 诺斯罗普能不能绝地求生呢 欢迎评论区谈论一下 我是火力军 咱们下期再见 i know you so you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